自2017年卑斯省選卑斯自由黨因關鍵的一直痛失執政權後 現時在卑斯省議會內擁有41席 與執政卑斯新聞主黨相同議席數目的卑斯自由黨兩年多來 一直扮演反對黨的角色 不是新的一年 韋琴遜作為反對黨領袖有甚麼工作打算 面對現時在民意之中又穩定支持的卑斯新聞主黨 他又會怎樣應對呢 星期一晚10點的26分鐘見證實錄 會有卑斯自由黨黨令韋琴遜的專訪 好